我猜猜为什么没有在芭蕾菜区里面 没选项 是不是因为分量太大了 皮尾吃不完 这是饺子自助 跟咱平常吃不一样 饺子还有自助呢 怎么自助 你吃什么自助餐 吃吗 一样的 什么意思 看见没 都给线包的 你想吃什么馅 给老板说一声 拿不给你 现点线包 一样给我来食盘 一样来食盘 那你吃饺子 你不能光吃饺子呀 还有什么其他的 也没啥太多的 就这些东西呗 就是随便吃随便拿 这绿色的东西是什么 腊八酥还是咖喉好吃 都绿了 专门吃绿的呢 绿的才是腌好了 有点鱼皮 有点蒜茄的 没日了这生活 还带点皮洞 一吃一个不吃生 还有小鸡炖魔物跟炖鱼 这也是自助 那你看 我怎么没看见锅包肉呢 那今天没做呗人家 行吧 先包 先拿点饺子 东北小孩出生就学会了 包饺子 包饺子 来吧 阿姨给你煮了几个 你先浅尝一下 我发现这种自助餐还挺好 你每次去你们东北的店里 那个菜的分量太大了 吃不完是吧 根本吃 这会儿就每样都能吃吃 还是你们北方的饺子逮这儿 老板突然给上了一盘锅包 刚刚就说了 想吃七颗锅包肉 问了一嘴 空腹给你整两块现炸的 我打一个 你来了 你想吃啥你吃什么 你要想吃 你还能再要 自助餐不都是想吃什么再要吗 东北人绝对是 我自己的企业单位 东北币 东北币 这38块钱一味 38块钱你能吃什么 你能吃无限的饺子 无限的锅包肉 无限的茄子 那些小吃你没说呢 无限的小吃 人家那些自助 来不来就 200多300多 这儿 38 200多还限量呢 这你吃吧 你就手在吃 吃一手锅包肉 老板就限定打 中国人有自己的自助餐 我建议这种店 全国多开 这不得馋死大学生 不管全国开不开 在我公司楼下先开一家 你把公司搬这儿